現在是步驟十三 跟之前是一樣的 就是這樣組裝 這個是 支幣的部分 然後 先放旁邊一下 這邊就有提到 這裡面都是要放電圈的 但是現在 這是屬於前 所謂前面 前傳動軸的部分 我們就要用這個海綿的東西 用這個海綿的東西來電 來代替 因為它的說明書上面是寫的 要用這個東西來代替 這邊 我拿一份全新的說明書 這邊Option裡面 它這邊就有提到 它這個地方是要用海綿 來做替代的 OK 好 所以我們這邊一樣 基本上也都是要 要把燈圖 塗圖磨磨 把螢幕放進去 然後 然後... 好! 那這邊就照它的方式 這個要組裝進去之前,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等一下再來裝 因為怕會掉下去 所以我們這個頭... 這個比較困難的,我們先裝起來 這個地方 這要先裝 這個... 每次這個支架都不好裝 這個先裝起來 然後再看一下我們的組裝前後對不對 OK 好! 然後鎖C3 這叫鎖C3的部分 好! 這樣子我們... 擺幣油 然後... 把這個... 銅軸... 這個傳動軸的部分 把它放進去 一樣,這是要磨一點油 OK OK OK... 好! 這樣我們就... 放進去了 OK OK... 現在我們是步驟14 好! 這是前面轉軸的部分 延續剛剛的部分 前面的轉軸 一樣 這個... 好! 這樣子我們兩邊的球軸 這樣子完成 然後... 然後... 要... 要... 把培林放進去 OK 培林要放進去 是可以用這個 OK... 這蠻好用的 這東西 喔... 掉 好! 再放這個球... 這個軸的部分的話 都很好用 這工具這樣一放進去 那個... 培林都不會歪掉 非常好用 好! 然後... 我們剛剛做好的這個... 因為它前面這是要轉向的地方 所以我們用... 規格比較高的 OK... 那裡面要抹... 這邊要抹油 好... 好... 現在我們步驟十五 要把... 前面轉向... 前面轉向部分把它完成 OK... OK... 要把這個... 軸要穿進去 先發現... 先確認一下 左右... 左右對還是錯 OK... 它是先鎖... 下面長... 下面長軸的部分先鎖進去 OK... 一樣這邊都是要抹油的 OK...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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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絲固定的這個要鎖上去 那這樣子完成我們前面轉軸 OK 前面轉軸 16的話呢是要裝這個中 屬於中間的部分 它是中段 就是 中段部分 那這是有兩個套件 那它是說這個要抹一點膠水去做沾合 我說沒有抹膠水做沾合 但是我這邊我是沒有抹 應該是還好 零件鎖好 然後 它要把這個 轉動軸的部分 它現在是要用這個 這個 勾骨頭把這個 橡膠圈把它塞進去 OK 好 那裡面一樣是抹油 好 我們按照這個 這個 這個 中間傳動的部分 OK 中間傳動的部分 好,那一樣這個的話,我們一樣是利用這個套桶 這套桶還真的很方便 不是啦,應該是說這個 這個應該叫擴孔吧 擴孔鑽還是什麼 不是不太會講 這樣把這個往裡面塞 然後 然後 把 轉動軸 我們剛剛有特別強調是說 這原本是應該放在前軸的那個 我們把它移到中間這個部分來 OK 好 終於完成我們中間的部分 好 中間傳動軸 我們這樣子算是完成了 我們是要做所謂的4WS 也就是說 這邊我中間部分我完成了 OK 那這邊是我們的車頭 好,車頭部分我也完成了 OK 車頭部分我也完成了 然後現在我們要做的是車尾的部分 那車尾基本上 如果按照它的組裝方式的話 我應該也是要像這樣子去做 組裝的動作 但是的話 我現在沒有 好 現在是並沒有打算要怎麼做 是要做像這樣子 所以我的步驟從這邊開始的話 我必須跳 必須向後開始 這邊的整個 這邊所有的步驟必須全部跳過 這邊所有的步驟必須全部跳過 我要直接到 好 再往後面一點 OK 我這邊變成說我要到4WS這邊 好 那我要做這邊的組裝 就組裝我後半部這一邊